课程开始前 先让孩子们笔手语 加深环保概念 运用大量影片 清除塑胶袋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这一只鲨鱼呢 它死在海盆上 然后从它肚子里面套出 有点害怕 觉得他们非常可怜 塑胶制品预热 融出塑化剂 对人体也是伤害 人统就会怎样 会提早 容易性早熟 然后塑化剂残留在体内太多 就会怎样 容易致暗 提倡减速行动 郭立民自己做了一首打油诗 请孩子们记录减速行动日记 用画的 用写的 把每天使用情形登记下来 老板本来要给我塑胶袋装 然后我就是跟他说 没关系 自己有戴环保袋 我们台湾的塑胶袋 其实达到了滥用的程度 秉持的三用原则 就是不用 少用 重复用 爱地球 少你少我一人都不行 大爱新闻黄子林 国际宗 台中报道 擦散 莉得忍